春节廉价许多民众拖着行李 搭乘火车出游或是返乡 花联车站上下车的人数 则有高达两万四千人 为了可以顺利搭车 因此就有民众提前购买车票 票好买啊 五六天前吧 五六天前就买了 怕买不到就提前买这样 对对对 由于东部干线新增EMU3000型 电联车之后 不只提升安全与稳定性 更加大幅度的提升运能 改善过去 一票难求的状况 因为往年我们 如果是十天的假 因为李克会自动把它分流 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年的运能 大幅提升 加入这个3000型 每一班列车 多了一百多个位置 那加班车也足够 所以我们今年的运能 提升蛮大 所以我们整体的一个 购票率 已经维持在五十几%这样 公路总局估计 大年初三开始 就会出现北上反攻的人潮 预计一天将会有 一万六千辆次进入公路系统 呼应民众为了避免受到塞车之苦 请多利用非尖锋时段 避开车潮 与这新闻在绕被查联市采访华道